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首先很感谢法学院的学中会的这些干部们和同学们 实际上做什么事他需要一个缘分 有这么一个起源才有机会做一件事 跟我联系很长时间讲一本书 讲一本书实际上我也在想讲那本书 因为当时还没有定嘛 没有定就想 朋友们有时候我又一直有个观点 我觉得读书要读经典 我给朋友们分享 我怎么读经典呢 我这几年招研究生在复试的时候 我有一个深切的体会 这个孩子读的书啊 多遍读的是一些大众的书 读的教科书 有一次我问学生 我说你上大学读过什么书 他竟然说我读过《毛盖和马原理》 我就觉得这个很 不是说这个书不好啊 是说它是教科书 我们除了教科书 教科书之外啊 我们有没有说几百年几千年 陈殿下来 那个词叫大浪逃杀 学术的经典 我给大家讲这个读经典 你们将来会受用 是问哪里呢 这个《黄言经》里面讲这个通 什么通啊 比如咱们中国政法大学开了门课 开一个中西文明通论 有的小孩如果你不通的话 你听了他讲西方讲基督教啊 讲西方的这个历史 听完之后好得不得了 可是后来又听了个讲儒家的儒家好得不得了 听来听去这个精神都神经就到了 不到底谁好 因为不通 其实通了以后它没有障碍的 这个词叫里里无碍 它没有碍的 就是你看什么东西 如果你觉得有碍 你觉得这个不同学说之间有障碍 是因为你的智慧没有打开 它打开之后是没有碍的 因为真理它是一个 这个世界的真理它只有一个 当然你像这个佛陀在讲故事 盲人摸象当然有人摸到腿 对吧 有人摸到鼻子 有人摸到耳朵 可能他们看到这个世界真相的一部分 但是呢 如果你能对这个整个理 有一点比较通透的理解之后啊 你对看大看腿的人 其实从他的角度讲也有道理的 对看到耳朵的 他其实也有道理的 只不过什么呢 他没有站在整个大象的全部 去看这个真理而已 这就叫不知道真相 讲到这里以后呢 我建议大家就是要读经典 这个中西文化的经典很多 你看中国的四十五经啊 老子庄子佛经啊 这些这个包括中医啊等等 这都是很好的书 西方也很多 你看巴拉图啊 亚里斯多德啊 苏拉底虽然没有自己直接的书 但是他的学生巴拉图 还是留了一些 很多 你包括马克思的书 实际上他也是那个时代的经典 所以说马克思的一句话 就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大家都要去读 啊 这个谁有一句话 这个Lenning有一句话 Lenning讲 他说一个人如果把 不能把全世界优秀的东西 装在自己的脑袋里边 那是不配做一个共产主义者的 我就想到这里以后 我们很多小孩心里好多障碍 尤其是高中毕业以后 考了点分数 考个五六百分 那个障碍就大了 大的神 凡是给高中教科书讲的不一样的 一概去 就否定 我告诉大家 质疑是对的 否定就是错的 什么我会质疑你 我听了你的东西 我绝对不会随便就接受你的东西 这个态度啊 怀疑的态度 实际上是一个人 独立人格 自由思考应该具备的 但是呢 怀疑之后 到底接受不接受 这个有怀疑之后 有自己的人生去验证它 你们觉得呢 就是我不 我也不先反对你 我也更不会也不会说随意接受你 我要用我的生命去验证 当我到了一定的时间因缘 或者我用生命的体会 我到了一定程度 我觉得 在曾经的某一个观点 现在看来是对的 你看 那个时候就具备接受的时候了 反过来讲 你经过了三十年的成长 不行 某些观点看来是不合适的 我不应该接受它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否定它 可是如果你 因为自己一定的成见 使得什么 使得一听我就反对 这就是一个人的浅薄 我说一个民族如果这样 那这个民族就会堕落下去 一个人也好 一个民族也好 它就像海绵一样 它应该有吸纳的这个智慧 我们中国文化这个词叫海纳百川 所以我建议年轻人 一定有这个品格 要读经典 中华民族的经典 各个民族的经典 都读几本 但是读经典 我又给大家提个建议 就是你要有 你有了这个本民族文化积淀以后啊 你再理解其他的民族的东西啊 你会有一个通透的看法 我举个例子给诸位报告一下 我的心得 我在读博士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研究海德格尔 大家知道 德国二十世纪的 了不起的海德格尔 他这个一说就是康德 一说都是黑格尔 一说都是胡萨尔 亚斯布尔斯 就是那一道人 很高傲 觉得读的西方的东西就高傲了 后来有一次我也给他聊 哎呀我说你这样的话 我说我给你对个话吧 我说你说的海德格尔的东西 你说胡萨尔的东西 你们将来搞西方 是现象学的东西 我说你说的东西呢 有的我已经早就知道了 有些什么呢我不知道 你一说我就知道你在说什么 大家听这句话 你一说 我说我就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说 我说我说几句话 我说你看看 你能不能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说什么叫佛说波罗密 寄名波罗密 世名波罗密 什么叫佛说佛法 寄非佛法 世名佛法 什么叫不生不灭 不苟不净 不增不减 什么叫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色 即是空空即是色 我说你要给我解释的 他当时就听了以后 他就很愕然 他这句话我闻所未闻 我说这就出来了 我说以后啊 千万不要高傲 我说我读书都有一个很深切的体会 搞学问啊如同爬山 我可以再做学法学的 很爬山 如果你登了东山 孔子讲登东山而小鲁是吧 可是如果你登了泰山 鲁就不算什么了 登东山而小 登泰山而小天下 可是如果你登了喜马拉雅山 这个时候如果你登泰山的话 那都不算什么 登华山都不算什么 所以我讲到这里以后 我就给那个学德国的那个哲学的同学讲 我说如果说你真能读懂如是道 比如《易经》 朋友们有几个人读懂《易经》 有几个人能读通透的佛经 当你把人类思想史上最经典的 最智慧的 最深刻的东西 你不要说读通透 你读出一二 你再看海德格尔 唯诗学 你通过这个里面 你都知道 很浅薄的 胡萨尔那套东西是很浅的 现在北京大学有几个先生啊 干嘛 这一辈子都研究 研究什么 研究德国的现象学 和这个唯诗学之间的这个沟通问题 就是学术之间的比较和沟通 实际上他给这个玄奘法师 还有葵姬大师 建立的这个唯诗学比 都差很多 因为我是做过比较的 讲到这里以后啊 多读自己的经典 当大家登过喜马拉雅山 读懂道德经 读懂易经 如果再读懂佛经 这个时候你再读海德格尔 读胡萨尔 那你再读马克思 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因为马克思的东西 他实际上 他也很深刻 但是呢 你读他就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的问题在哪里 马克思的悠长在哪里 我告诉大家 不至于啊 一下子都进入一个 系中人的状态 都进入角色了 我告诉大家 这个人的一辈子做学问啊 进得去 还要怎么办 出得来 比如我看儒家 我读了儒家以后 我体会儒家 如果用这个冯先生 冯武朗先生的观察 就是同情的看儒家 那么你要理解儒家 但是我从儒家里面跳出来 我从道家里面去看他 我觉得儒家的面目不一样 那我从佛家里面 再看儒家 又不一样 我的博士后师是中国哲学 我的博士卓是马哲和西哲 我拿着中国的这个镜子照西方 我看出西方的好多问题 我拿着西方的镜子照中国 我发现中国有好多问题 我表达得清楚吗 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海纳百川 所以我接触很多年轻人啊 读书很封闭的 只要给高中讲的不一样 你不是小孩给我提问题 就让我回忆一下 回忆一下什么 比如对命运啊 对很多问题 稍微悬一点的问题 马上都怀疑 马上都质疑都否定 怀疑和质疑都是可以的 先不要否定 也先不要肯定 你用你的人生阅历去体验它 我告诉大家 人家用我们党的术语 叫什么实践才是 检验真理的标准 不着急的 讲到这里以后 我就回归主题了 今天我们讲了凡事情 了凡事情是谁呢 我跟你说几个人推荐他 第一个是胡适枝 大家知道胡适枝吧 胡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起手 美国格林毕业大学 没毕业就跑回来了 胡适枝这个人呢 他就讲了 他说要了解中国哲学 尤其是要了解中国哲学融合之后 这句话要听懂啊 中国哲学融合之后 看谁的书 他是了凡思讯 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我告诉大家 比如你读先秦 你读孔子就是孔子 你读墨子 那你读道家 他们之间不是太一样的 后来中国文化 那么先秦思想开始融合 要读谁书呢 要读怀南子 要读李氏春秋 你们将来读怀南子 和李氏春秋的时候 就体现了先秦的儒家和道家 末家 他们开始融合 但是你们知道 到了公元元年的时候 中国文化史 又一个支流来了 谁啊 佛教 佛教来了以后 我告诉大家 中国文化再一次融合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品格 非常含大百串 再一次融合以后 我给大家讲 你会发现很奇怪 现在的中国人一提佛教 说佛教是个外来的宗教 一般的老百姓 这种感觉多不多 几乎没有 因为他已经早就融入这个民族的血脉里边 而且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化佛教 注意这个词 中国化佛教 佛教的中国化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文化 又一次 大家读读北宋的这个 一个禅宗的和尚 这个北宋诗很多 他们都开始讲什么 实际上他们开始讲三教的 开始和 我告诉大家 到了什么时候呢 到了这个 我讲的了凡思讯 是在明代的 明代的了凡思讯啊 他也是讲如是道的和 所以我建议大家 就是你们读这个了凡思讯 我们在思想史上 胡适之怎么推荐他 胡适说啊 要了解中国如是道三家的那个和 三家文化和在一起 那个状态 哎 要读了凡思讯 这是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你们知道李苏彤吧 知道哈 李苏彤先生在厦门 给当地的老百姓讲课的时候啊 他就讲 他讲什么呢 他就说了一个 他说老百姓啊 大概每一个人 都应该关心自己的命运 后来那个红一啊 就是后来他出家以后 叫红一大师 这个人叫 后来李苏彤 他红一大师 他当时在厦门 专门讲了凡思讯 他也给大家推荐 讲到这里以后呢 我自己一个读书的体会啊 我觉得了凡思讯 从思想史上 他是中国如是大三家 会在一起的一个 一个那个状态 体现得非常好 如是大三家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这两行思讯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哪里呢 朋友们咱们从小说 做一个好人 我问大家两句话 第一个你为什么做好人 因为我说在这个马克思的学 原来我们叫伦理学有所 我在伦理学有所 我们研究伦理为什么做好人 你讲道理 朋友们你比如说我去 我去宁夏去讲课 我去银川讲课 给注意报告 讲课的时候 这个晚上讲完课了 因为那个晚上吃饭 吃的很简单 讲完课以后 当地人告诉我 他说我们带你吃个串吧 他也没可能 这个饭也有点晚了 那去 结果去了以后呢 我就说不好吧 我说那个是不是为生啊 就多说了一句 结果啊 当时的那个一个回民兄弟啊 很严肃的就跟我说 他说你这个说法过分了 他说你对我们太少了解了 他说你担心什么 他说你是担心这个串的质量有问题 还是担心地购油 我当然我一听我就知道 我就笑而不答了 我就不说担心什么了 他就告诉我 他说我告诉你 工商局怎么 限制怎么抓 对吧 工商局罚不罚 抓不抓 就是我的这个质量 产品质量合格不合格 他说那个实话是说 我们还不怎么怕 我们怕什么 他说我们怕心中的那个真种 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 朋友们 你会发现 我就当时 因为我是个学者思考问题 跟别人不一样 我当时就咯噔一下 他们的这个规范 从哪里来的 就是我为什么要做个好人 对他背后有个东西在支撑 所以我一个中组部的一个同学 是一个培训处的处长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给全国的这个 很多干部做培训 我说你想过没有 我们今天我们党 习近平中在抓腐败 抓得那么严格 所以我们党要整治励志 可是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情况 你丝毫过没有 如果一个国家的道德的根被抽掉了 道德的根抽掉了 对吧 什么都没有敬畏的 没有操守和底线的 什么都是一锤的买卖 我贪了是因为我聪明 你不贪是因为你傻瓜 我骗你了是因为我聪明 你被骗了是因为你的人糊涂 那这样的话 朋友们什么都是一锤的买卖 不要考虑后果的 没有敬畏的 没有操守 没有底线的 朋友们我就问他 我说我们干部的轮训 我们党怎么保持 用我党的话 怎么保持一个全息全义 为人民服务的品格 所以我当时很有体会 就是说为什么做个好人 我们从小在接受教育 我问在座的周围 也包括这个将来看视频的很多人都会看到 你为什么做个好人 你的根在什么地方 印度教 印度人他有他自己的根 西方人有西方的根 这个我不能解释 大家都知道 阿拉伯是也有人要的根 我们的根呢 你为什么做个好人 如果为什么做个好人的根被抽掉了 天天讲做好人 没用的 所以就养成了一个民族的伪善 什么伪善 满口的人意道德 背后里面都是些什么 你不得不说那套话语体系 而你都不信 你自己都不信那套话语体系 很可怕 但是我在机场 我出差去讲课在机场上 我常见我们伊斯兰教的朋友 就跪在下面 就拿着田子 就是不管机场多少人 他当时就要祈祷 因为他心里面信这个 他真信这个 讲到这里以后 我是想说表达什么问题 想表达道德的背后是有根的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说我们的根在什么地方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做个好人 这是个伦理学思考的问题 也是我们高中教育思考的问题 朋友们 我告诉大家 我们政法大学的法学在也多重要 我有一句话 不是悲天悯人的清欢 你不配做法学工作者 你趁人之危 别人苦难的又收点钱 那不行的 正常的话 看到那个苦难的人 受到了不公正 你非要给他解决问题 你觉得看到那个苦难的人 受到了不公正 我如果不解决 我都难过 如果你没有这个情怀 你怎么做一个 把公正放在心里面 你们觉得呢 所以朋友们 我们现在以前几年 几个司法的案子出来 判的非常荒唐 包括南京的朋友 有案什么之类的 甚至他的假定是什么 还有老人呆在地上了 是不是那个故事还记得吧 南京的彭雨案 老人呆在地上 彭雨把他救了 老人就说是彭雨撞的 结果在搜集证据的时候 我们法学是要讲证据的 老人说彭雨撞的 彭雨笑话说 不是他撞的 两个人都找不出证据来 但是这个时候 法官做了个推定 就认为是彭雨撞的 而且还说了个名言 说你不撞人家 你为什么救他 你没撞这个老太太 你为什么救他 这样的话 就使得这个彭雨 这个小伙子 就要承担责任 拿着几万块钱 这个案子一出 你们知道 所有做好人的怎么样 你要寒心啊 这就是一个法官 你的良知在哪里 你做出这个判决的时候 对整个司法的导向是什么 我讲到这里以后 朋友们思考这些问题 不光是天天搞个辩论赛 大学生应该不应该谈恋爱 应该谈不应该谈 那东西 所以孔子讲 巧言吝啬先一人 就能说会道的 没几个好人 不要光搞技术层面的东西 要探究理论层面的问题 你们觉得呢 第一个 第二个 我给主义报告 做好人怎么做 我们老讲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的操作方法是什么 朋友们如果我们很空 我们说 比如我们说 你要做个好人 可是我怎么做好人呢 你看我们中国的教育现在 这不是我说的 我们现在对中国的教育缺少一套 怎么做好人 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 没有 我举例子 小孩七八岁十多岁 脖子上有个红领巾 手放在额头上 为了共产主义奋斗 不是 你们现在能不能知道共产主义 你都二十岁了 你知道 你能讲得清楚吗 你给个小孩七八岁十多岁 你为了共产主义奋斗 朋友们共产主义很好 这种东西 共产主义理想应该长大了 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以后 再去讨论 你们觉得呢 你给一个十多岁的小孩 为了共产主义奋斗 他不知道共产主义 教育他什么 教育他 待人谦卑 有爱同学 尊敬师长 乐意奉献 这种品格 是可以从当下就能改好的 你们说对不对 将来他到了十八九岁二十多岁 咱们带他去探讨 共产主义怎么样 探讨各种学说 在这个过程中 对吧 你把它导向一个非常美好的理想和愿景 这就叫顺应的教学规律 我们现在没有啊 现在以至于到了什么 小孩的时候 为了共产主义奋斗 到了十八岁了 还得告诉他 不要随地吐痰 宿舍里边不要自我为中心 早晨起床早 同学啊 还没有起床 刷牙的时候 不要叮叮当当 要照顾同学的感受 就这最起码的行为 都不懂啊 请我客的所有的年轻人 你们宿舍里的那些所谓的关系处理不好 那都应该在十五中岁之前都应该解决的 我不应该与人为善吗 我不应该乐善好施吗 我不应该己所不宜物死于人吗 那是在十多岁都应该解决好的 朋友们 咱们中国有大学还有小学 大学是格无知之称义正心 凶身齐佳自国平天下 小学是什么 十五岁之前 进退啊 待人节舞进退有道 尊敬师长 家里边吃饭的时候 给老人搬搬桌子拿筷子 就这种基本的规范都有了 我问在座的诸位 你们在从小成长到今天 老是给你讲思想品德 做好人做好人 有没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 所以我们习近平同志都说 说我们爱国主义啊 天天在讲 效果并不那么好 以至于现在啊 有的年轻人一提爱国啊 眉头皱起来 不爱听 习近平就说 为什么这个样子 这是我在看习近平 在中央政治局里面 学习的时候他讲的 朋友们 你们在座的周围 多少年轻人一提爱国 这样的很多人心里 是不爱爱听的 可是朋友们爱国主义 这是个千真万确的真理啊 国泰民安这四个字怎么讲的 如果国家不好 生灵涂炭 分崩离析 哪个人都好 可是为什么年轻人 有的年轻人 不爱听这个 习近平就说了 假大空 空中无误 从小学爱国爱什么 没有 天天做好人 我为什么做好人 我怎么才能一步一步的成长 为一个好人 你们觉得重要不重要 没规范 所以我就说研究中国文化的同志们 我们要好好地思考这些问题 朋友们我们现在这个十三五规划 就提出一个话题 叫做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习近平是这个十八老以来 也多次要讲一些中国文化 他多次也讲 这里面都是有原因的 朋友们我们今天啊 读了凡视讯解决什么 为什么做好人 做好人怎么一步一步的做起 改变自己的行为 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 我表达的清楚吗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辽凡思讯这本书呢 他的作者啊 实际上他生活在家境 生在家境的时候 呃 然后呢 在万历年间啊 生活在这两个时期 家境和万历年间 他是 我给大家说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 他 圆黄 字亏宜 中国人讲字啊 朋友们是父母起的 那个字啊 不是随便喊的 是一个在很庄重的场合 才称字 那么为了朋友们叫这方便 那么都起个什么 号 他开始名叫号学海 哎 学海 中国古人叫名字 还是有文化了 学如大海一样 这就是一个海纳百川的东西 学海 他实际上 后来怎么就改成了凡了呢 后来他的号叫了凡 这里面有一个故事 我跟大家说了 说了以后呢 然后给大家 带着大家稍微了解这本书 他实际上早年 他爸爸去世的早 朋友们咱们中国人有什么理想啊 中国人古代有什么理想 咱们一般读书的理想 不为良相 怎么样 变为良一 所以我给注意报告 我们中国人 到今天为止 我们这个民族是堕落 是在堕落的 考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学 有多少人来到政法大学报考的时候 是为了社会的公正 是捧着一颗良心 要给所有苦难的人求一个公正来的 朋友们中国古代的人不为良相都为良一 完全是指向外的 干嘛 是要把自己的身心奉献给社会的 良一是治病救人 良相是治国安邦 表达清楚吗 那是读书人的理想 可是今天所有听我这个视频的 所有的年轻人都扪心自问 有几个人读书抱着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 有几个人不是光宗耀祖 不是盈盈狗狗 为了一点钱和权利 所以我们今天谈文化特别重要 我给这个甘肃省地方的某一个政府的 市政府的发改委讲课 我讲十三国规划的三个五个创新理念 五个创新理念其中就讲了一个协调 我说什么叫协调 我说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到今天 我们经济上看得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 可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社会风气 你看过没有 金钱和权利成了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 很多人 社会上很多人啊 说话不要绝对 很多人这一辈子追求的东西就是金钱和权利 你们还小混得好不好年龄大的 混得好不好 官大你大不大 混得好不好 钱赚的多不多 我告诉大家 只要比如咱俩都四十岁 我已经是处长了 你还不是个处长 是个科和副处 高兴 我在你面前就有愉悦感 我一个月两万 你一个月三千 我就有愉悦感 这是一个民族极端低劣的表现 一个国家多到这个程度是很可怕的 金钱和权利成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 同学之间 我混得好啊 我是学生会的什么干部啊 有一次前几年我还在学校里当学生 在学生管理工作我还做过一段 我也是到某一个学生组织里面去 那有的小孩我告诉你 那坐着敲着人壤头坐在那里 学生喊他的名字 马上纠正不 要喊部长 不是你谁家的长啊 这么小的小孩 大学生 官僚习气之众 干嘛 我已经当二了 我已经当上部长了 而且我对你们有愿意性啊 小孩也在虚荣攀比 朋友们很多同学的自卑圆在哪里 有啥自卑啊 我穷咋啦 我穿个布鞋咋啦 我家没钱咋啦 为啥自卑 就是你心里面那个虚荣和攀比在作祟 如果你没有虚荣攀比 你自卑什么呀 你是你的我吃我的 你拿着你的什么肾瘤 我拿我普通 那啥了吗 我拿我联想很好啊 我讲到这里以后 社会的风气已经渗透的 甚至在年轻的一些群体里面 很纯洁的应该是国家的希望的这个群体里面 都已经开始堕落 你说朋友们能不忧心吗 还有很多小孩一提国家 就开始咬牙切齿 你也扪心自问 我们每一个人都扪心自问 咱是个啥东西 咱有什么资格指责人家 所以我就给那个小孩一谈官僚腐败的时候 哎呀呀切齿 其实如果真让他考上公务员 他可能比别人不知道坏多少 只是因为他没有机会而已 多可怕呀 朋友们如果你要批评这个社会的时候 你要自己要做断的证 好了通过这个视频 我也告诉同学们 国家的希望一定要培养每一个国民堂堂正正的人格 每一个国民的人格都起来了 国家就有希望 还有在座的我们中国政法大学 咱们每年培养的学生 我讲这个是通过这个视频全国要看 可以说宣传我们学校 中国政法大学 我们每年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 加起来三到五千 朋友们我们这三到五千的学生 百分之八十的堂堂正正 一身正气 连毕业十年 我们政法大学就能在全国的司法占线里面 我们就能扭转这个风气 就能把司法的风气给扭转起来 可是不是这样的 开始的那个心都不正 用这个格无自知诚意正心 没有正心 他就不是为了国家的公正来的 那你将来培养之后 一切一切的东西进入这个生活 就是为了金钱和权利 到的时候一旦做了官员 很多人不免要全权交易 有道理吧 所以我们学的那个肖讯说的 什么灰法力之利剑啊 出人间之邪恶啊 守正法之圣洁啊 那个东西要落实到 不是说大学的时候 就这个形式放在额头上 堵着那几句话的时候 还在想中午午饭 怎么吃啊 不是这样子 落实下去 这个了 我讲到这里以后 我就说了凡 实际上 这个学海啊 他当时小的时候 他爸爸去世以后呢 他的妈妈就是让他学医 学医你看他妈妈的这个 我给大家讲啊 你看人家妈妈的这个境界 我给大家说一下 你看人家妈妈的境界 看看 再看 老母啊 命弃举业学医 不要靠科举了 学医 胃可以养生可以寄人 今天 所有听我课的同学 将来通过这视频 接缘的接缘的所有的 听众朋友们 扪心自问 如果是家长的 你摸着良心问 你啥时候告诉你的孩子 这一辈子可以寄人 一定这一辈子要给人当牛大马 这一辈子一定要给社会服务 我们得告诉自己的孩子 这一辈子要给人服务 要利益大众 当做终生的方向 所有听我课的这个家长 扪心自问 有几个家长告诉自己的孩子 寄人 帮助人 告诉孩子 你不要光宗耀祖 不需要你 你干嘛 你就要 你真正成才 是为了给我们这个国家服务 给我们这个社会服务 有几个家长这样 所有听我课的年轻的学生 扪心自问 你从读书那一天起 《华音经》里面讲八个字 叫不忘初心 放得始终 你的初心是什么 有几个人在读书的时候 想的真想给国家做点事 真想给大众做点事 所以朋友们 我们这个国家在堕落 一个普通的妈妈 一个就是个妇女 在中国古代 一个普通的妇女 人家的格局之高 人家告诉孩子 学医生干嘛 一方面咱能过日子 同时还可以怎么样 帮助别人 所以朋友们 你们不读书啊 我告诉大家 我一读书就读书东西来 这种话朋友们 这种话在中国古人的一个 妇女家庭妇女说出来 今天在咱们中国 朋友们 你们就观察观察 咱们每一个人 观察自己的父母 有些父母 也像这个老妈妈一样 也让自己的孩子去寄人 去帮助人 可是多少妈妈 天天告诉孩子 不能吃亏 千万不要吃亏 培养孩子的自私 和以自我为中心 我讲的是不是这样 好了 后来在次云寺 这个次云寺全国很多 我去重庆讲课的时候 重庆也有次云寺 次云寺呢 遇到一个老者 这个老者呢 注意 那修然伟貌 飘飘若鲜 应该说我们长的那个像 我给大家讲 像有什么生啊 祖伟 像有新生 这是真的 你有一颗什么样的心 你的像就显示出来 所以当你看到周恩来总理 那么帅气的时候 因为人家有一颗为中华之崛起的心 所以朋友们你看一个人的眼睛 正常的话40岁以后的眼睛都开始涣散了 眼睛喝酒啊 去做一些事啊 都已经开始涣散了 可是有的人40岁以后 那个眼睛很聚光 那种人多半都是有定力的人 你去看人 有的小孩甚至在20多岁时候 眼睛都开始涣散 眼神 所以说朋友们 这个老者就是 老者的这个状态就是个心 老人的修为就在这里 所以说朋友们 我们说气质脱俗 这个话实际上是人的状态 他的心就在那个状态上 下面 你看这个小伙子 与礼即敬礼之 朋友们你再会读书 与敬礼之 人家这个学海 人家看到这种人马上就 就表示恭敬 朋友们 给注意说一句话 这一辈子 福气 很多福气来自于恭敬啊 很多福气来自于恭敬 张良 张良早年 他的韩国给灭了以后 他刺杀秦始皇失败 在那个桥上 遇到一个老子 还记得吗 老子看见张良以后 把鞋啪把脚踢到河里去了 跟我借鞋去 你知道原法怎么说的吗 张良 幼稚 我打 要打了 可是马上就知道 不可以 老人这样 可是他就忍了 忍了以后呢 去 把鞋拿了 拿了以后 姥姥是跪着 我读古史书 跪着给他穿上鞋 穿上鞋以后 老人就 后来老人告诉他 五天以后 在这个桥上 我要和你见面 张良就知道 给他东西了 五天以后来了 结果来的时候早晨 老者已经在这里 老者在了 老者说 你作为一个年轻人 你怎么可以比我来得晚 后来连续见了一次 张良晚上不休息了 晚上不休息了 就等着 后来老人来了以后 笑着告诉他 他说年轻人就应该这个样子 后来送他一部书 就是兵书 朋友们 恭敬 我告诉大家 人家见了一个老者 马上都是与敬离之 如果不敬的话 袁学海这个人 一辈子的命都改不了 他就是恭敬 在座的诸位 你们对人的恭敬有多少 每年正法大学 听我课的学生 因为我上课上的多 法学院试验班 两百多个人 其他选我课的 每年听我课的学生 我告诉你 一百多个人 咱们正法大学 一个年级招的人是两千 听我课的人就六百个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近三分之一都听过我的课 我走在大学中间 应该每遇到十个人 从概率上讲 两三个人都认识我 谁给我打招呼啊 你们的敬礼呢 朋友们 非常重要 这一辈子要懂得恭敬人 所以我告诉大家 比如说这是个官 我入党他算了算 所以我要恭敬他 这是小人的势力 这是小人的算计 一个人的修为 对人的恭敬 没有任何利益的 待人接物就应该对人家恭敬 所以朋友们 啥叫这就叫读书 你们做得到吗 我跟你大家 我见了谁 我打招呼 我见谁打招呼 我打什么招呼呢 中国人 中国人打招呼 是吧 儒家是这么打招呼 道家是这么打招呼 对吧 那佛家这样打招呼 你不管怎么打招呼 中国古代的人 为啥我们称为李一字邦 那我们古代的人 全世界的国家 包括中东 阿拉伯人到了中国以后 我们见了人以后 那中国古代人 就是比如咱俩 匆匆忙忙过去 来不及说话 那总是要这个样子啊 要么你这个样子啊 就是你不说话 你知道你在恭敬我啊 很多学生我告诉你 很有意思 有的学生看到我以后 老眼都躲着我了 我不借你钱的 有的年轻人看到我以后呢 躲着我 有的学生 我走到了 老眼盯着我 我就自作多情 我说你看这个要打招呼了 结果我盯到面前的时候 过去了 朋友们 我也算不起啊 讲得算了以后 我刚才都经历这个事情 刚才我就来的时候 就觉得 哎呀 朋友们 一个民族代人接吾 起码的修为没有了 一辈子恭敬人 不要因为他当官恭敬他 不要因为他掌握着我的利益 恭敬他 对每一个人都恭敬 我觉得听我课的年轻人 通过这个视频 结缘的很多人 以后我们在大街上 不管认识不认识 能不能给人家点个头 能不能说个你好 对吧 能不能形成一个 可以恭敬别人 非常重要 我给你们讲 不仅是讲的 听我课的都知道 我几乎每一堂课 上下课的时候 我都给大家 我都给大家示礼的 这是听我课的同学 都会有印象的 那恭敬人呢 可是朋友们 这一恭敬 福报就来了 老者就告诉他了 你要跟大爷一样 人家跟你说啥 我告诉大家 我这几年带研究生 我也给不同的学生打教导 那些很恭敬的人 很尊敬的人 总是愿意跟他说几句 我告诉你说几句都有帮助 咱们正方大有个听我课的学生 有的学生听我的课 连听四年 年轻追着我听课 而且有的时候 但凡有机会 都愿意跟他聊几句 聊几句 我不敢说我是个什么智者 我倒没有 我是个普通人 再普通的人 年龄大几岁 说一点话 稍微点拨一下 都是成长案 谁犯得着跟你说话 恭敬 恭敬 才会有人提点你 好了 老人提点他了 说你呀 试路 试路中人也 就是你是个考科举的 用我们今天的话 你是个做公务员的人 你能做公务员 你明年就可以学 明年你考试 就会有效果 为啥不学 就问 然后呢 这个小伙子就说了 就告诉他原因 爸爸去世了 家里过得不容易 妈妈希望他 学个医生 可以养生 可以度人 可以寄人 帮助人 然后呢 并问老者 姓氏理故 就问老者 老先生啊 您老是哪里人呢 你看 这古代人打叫道 特别舒服 朋友们 你们如果和这些人 住在一个宿舍里面 你怎么会有矛盾呢 家里面特别恭敬 特别会体谅 是吧 起床的时候 人家还睡着自己起床 千小心万小心 唯恐打搅别人 对吧 晚上睡觉 都睡觉了 自己有个接电话 马上告诉家里 说不要打 同学都睡了 这不是咱们家 今天晚上不能再说了 你看看 这就是恭敬 现在你们多少矛盾 都是自我为中心 都是极端的自私 只考虑谁的感受 自己的感受 这个社会上很多的冲突 都是没有修养导致的 有了修养的 也没多少冲突 好了 老人就说了 我心孔 看下来给我们的福子啊 哎 一个姓氏 云南人 得到了哨子啊 黄极树正传 哎 什么意思呢 哨子是哨雍 我告诉大家 这个北宋思想家 有五个大思想家 你们研究北宋的思想家 有五个 张仔啊 周敦仪啊 呃 紫仪成浩啊 还有哨雍 这是北宋思想家 你们知道北宋在中国文化史上群星灿烂 唐宋八大家里面 其中宋朝多 是不是 唐宋八大家 唐朝只有几个 两位 所以宋代的文化特别发达 而宋代文化的这个 其中 这个五子 我刚才已经说名字了 啊 就是邵雍 邵雍的这个周易啊 我给大家非常了得 非常了得 我赌过他的东西 他这个周易啊 我简单说几句 你也别老觉得什么迷信之类的 你要说迷信 那是因为你太无知 我告诉大家 周易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预测 预测学 那个预测朋友们 天气预报 我们现在也得预测啊 微星飞到三百公里的上空 看到外蒙古一个云彩 那个云彩每小时四十公里 向北京方向移动 他就天气预报就预报了 预报两天以后 北京的天空自西向东 有雨 降雨 概率是多少 中雨和小雨 这都是预测 古代没有那个卫星通过什么 他通过那一套方式 对周易的方式 所以大家不要把它去神秘化也不 它是很正常的 好了 然后就邵雍 把他的这个这个本事学到手了 然后呢 这个小伙子多聪明啊 鱼饮之归 这个袁学海把他带给谁了 带回家里去了 朋友们 你看看这个人带人的恭敬 特别尊正老子 老子给他说了指点了一下 还要把老人带回家 意思是我管你饭吃 我养你可以 朋友们 所以我特别感动的 咱们中国人 古代的中国人 真的是非常乐善好事的 我小的时候还有这部 我小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 家里很穷的时候 经常大街上有打块板来 一打都知道是要饭的来了 我们小孩啊 家里老人就赶紧把饭给盛上 我们小孩就把饭盛上 给那个要饭的人去送去 我小的时候干这事干了不是一次 我就在想 这就是我们几千年的民风 乐善好事 你们现在还这么干吗 多么斤斤计较啊 一点小利益 动了自己的小利益 难受的不行 为了争一个小位置 彼此之间同学 都有的时候会算计 你看看朋友们 差别很大的 那就是鱼饮自规告诉他母亲 他母亲你看 他母亲老人家 你看多厉害 善待之 一定要对老人好 一定要对孔先生好 哎呀朋友们老人 他母亲没有说赶紧把他赶出去 我们家很穷 没有的 善待之 朋友们 比如说你们在座的周围办一点事 比如捐一点钱 比如说或者争一个什么名额 没有争上 没有争上你的同学争上了 那你的给你的父母说 父母如果说 没关系 同学得到了 挺好的 你没有得到 没关系 这个名额让同学得到 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你的妈妈了不起啊 你的爸爸了不起啊 明白了吧 所以人这一辈子他有这个乐相好施 这个了不得 善待之 然后呢 他就开始 他就试了试这个 这个孔先生给他算的 孔先生给他算的几个数啊 结果你看 全应验了 全应验了 于是呢 他就开始 动了这个读书的念头了 他的表兄就告诉他 这个于海姑先生 注意 他的表兄告诉他 于海姑先生啊 在这个神友夫家开会儿 在这个行沈的家里面 开这个私书馆 这个时候干嘛 他表兄告诉他 我送你去读书 送他去读书 告诉大家 这个袁先生啊 就就开始向这个 向于先生 干嘛 拜于先生为师 开始读书 读书 这一读书不要紧 就说明 袁学海开始听谁的话了 听这个孔先生的话了 对不对 既然你听话了 孔先生就说了 我再给你算算 请看 又给他算了 算什么了呢 说县里面考同生 注意 考同生 县里的考试 14名 佛 相当于第四级的考试 相当于第四级的考试 哎 这个考试71名 省教育厅的考试 提学考 第九名 而且呢 他这个第二年去参加这三个地方的考试 朋友们全都是 多少名 多少名 全对了 注意 这个时候啊 而且 而且后来呢 又给他算了 就是把后边的东西啊 又给他开始算 算 某年靠地 某年当补利 这个补利是什么呢 是秀才啊 就大家通过现代考试秀才 秀才 秀才成为秀才以后 特别优秀的秀才 国家发一点补助 朋友们中国人几千年 我们中华文化位为大观 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 尊师重道 特别对学读书人尊重 古代的这个秀才啊 到了县衙里边去参加什么案件的时候啊 这个县太爷啊 这个秀才都不要磕头啊 什么不需要的 县太爷要亲自给秀才搬个座位 秀才坐在旁边 朋友们 你们赌了博士以后回到你们县里去 见你们县太爷的时候 给你搬个凳子吗 我就不说了朋友们 所以一个国家对知识分子 对文化的尊重特别重要 现在反而成了朋友们 钱是一切的 你读书读到博士 最后一个月三千块钱五千块钱 看不起你了 可怕吧 所以朋友们 你们要好好反思我们这个国家 到今天好多问题 当补令 母年当供 供是什么 注意供实际上是供生 也是从秀才里面选出很优秀的 不供 然后呢 不供以后 然后当选四川一大营 注意 这个大营就是 就是我们今天的先处级干部 成为先处级干部 在任三年半 然后就开始告老还乡了 就身体不好了 那么五十三岁八月十四丑时 在五十三岁的八月十四丑时 丑时什么时候呢 子时是十一点到一点 十一点到凌晨一点 晚上的十一点到凌晨一点 是子时 那么从一点到三点就是丑时 那个时候就是他的死期 给他说就丹手死 受于正情 可是这一辈子没孩子 用我们老百姓的话叫绝户 没有孩子 然后这个小伙子啊 于背路而紧记之 我觉得这个圆雪海的心理素质超强 给他算的五十三岁啊 八月十四晚上丑时就死了 而且还要于啊 背路而紧记之 一条一条记下来 我哪一年靠地几名 哪一年靠地几名 记下来 朋友们这种人不了不得 你们在座的周围哪天 有人给你算成这个样子 你寝室难安啊 你天天想着五十三岁就走了 是吧 可是这个圆雪海记下来了 这样以后呢 自此以后啊 凡于考校 起明术先后 接不出恐攻所选定着 自此以后呢 他就开始想 那到底对不对 朋友们他也和大家一样在怀疑 我已经说了朋友们 怀疑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这一辈子我经常说 真理是不怕怀疑的 有人问我 和我说 他说那我堵孔子 堵佛陀 堵道家的东西 要不要怀疑 我说怀疑 就凭你的小脑袋就能怀疑 它就不是真理 像你这样十万个脑袋一起怀疑 如果他错了 那不是真理 权利七十亿人都怀疑 颠簸不破 才是真理 没这个自信 都不叫圣贤 我告诉你 我跟大家讲 我是马哲和西哲的博士 我读中国哲学的博士后 我告诉大家 你让我们这种人盲目的迷信 绝不可能 哲学是非常强调思辨的 我们读书是非常慎重的 去接受一些东西 所以说我给年轻人讲 不怕怀疑 比如孔子讲 即所不于物事于人 就这种话 放到地球任何一个地方 做任何就即所不于物事于人 没问题 所以福尔泰和卢梭读了这种书 很感动的 他说这个话 可以当做全球的论理 全世界的国家 待人节悟 都是即所不于物事于人 我讲得清楚吗 所以讲这里以后 不怕 他就开始怀疑了 怀疑以后呢 结果是繁语考笑 大家看 其名书先后 截不出恐攻所选定者 就是有一个事 说啊 他这个当了秀才以后呢 由于给他这个发的什么呢 这个优秀的秀才 给他那个生活补助 说他补助到这个米 就是这个粒米啊 补助到九十一代的时候 就被选为共生了 就是说 他在秀才的这个位置上 成为优秀的秀才 吃国家的补助 吃到九十一代 注意 就可以选共了 就可以成为共生了 结果呢 哎 当吃这个米吃到七十一代的时候 这个土宗师 实际上都是一个官员 学台 就是一个这个教育厅的厅长 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土宗师 哎就批准了 说你可以入共了 他心中窃喜 算不准了 因为说的是九十一代嘛 才入共 怎么七十一代就入共了呢 结果 结果报上去以后 我告诉大家 没批准 鼠印是谁呢 鼠印阳工 鼠印是代理的教育厅的厅长 鼠印是代理教育厅厅厅长 结果把他驳回了 所以你这个资格不够 还得回去 回去以后 后来的时候 注意哈 这个敏宗师 后来重新给他 要求他成为共生的时候 重新再上报 让他成共生的时候 他前后一算 他吃的利米是多少 正好是九十一代 五斗 也正好吃到九十一代 五斗的时候 就是孔先生给他算的 就吃到这个时候 吃利米的结束了 从秀才选拔为共生 到了这里以后 请看 鱼 因此 就相信 进退有命 持速有时 淡然无求义 淡然无求 这个淡呢 就是那个淡泊的淡 到了 朋友们人到了这个份上了 干啥都被算定了 干啥 命都被定了 那 袁如海都怎么样 袁雪海 就觉得 哎呀 没意思了 朋友们 人到了这个份上以后 还求啥 再求 该求的也求不到 那不求的东西 该你得的也能得到 再求五十三岁 八月十四 丑时 就是生命的终点 我讲到这里以后 因为这个视频 给社会很多导向 我要说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命运不是这样的 我待会还要带着给大家分析 中西方文化 对命运的看法 讲到这里以后 诸位 他已经认识 他有了这个认识以后 他变得非常消极 没用 所以我们社会中 都有这种人 哎呀 是我的总是我的 不是我的求也没用 有的小孩 胎毛未退 十多岁 是我的就是我的 哪个是你的呀 哎呀 不是我的求也没用 你求啥了 别装明白人 多读点书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往下看 我给大学生都遇到这 有的小孩写微博 还这样 写微博啊 我看了一下 哎哟大学还没毕业 还是我的就是我的 你别去考试 毕业就拿不到 是不是 哎 是我的不是那回事的 好 我们看一看 这个时候啊 他这个我告诉大家 后来的时候 让他干嘛去呢 就是做了共生以后啊 注意这个时候 他就开始入雁都 雁都是哪里 北京 雁都是北京 留经一年 终日静坐 不约文字 朋友们一般的人 都想升官发财 或者一般人 应该说 还有追求 他觉得没什么意思 不约文字 终日静坐 就是在1569年的时候 啊 14年的时候 就开始 啊 回去 虧的去哪里 去南庸啊 实际上就是去南京 去南京的国之间 你们知道明朝 其实相关于两个首都 大家知道吧 一个是北京 是那个朱历 一个是南京 南京就是谁的 我们朱元璋啊 朱大皇帝 他在南京 两个首都 当时去了以后呢 就去访云谷禅士 于七峡山 这个七峡山啊 大家现在如果去南京的话 七峡寺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佛教的寺院 大概 苏加摩尼佛的 那个佛鼎鼓的舍利 苏加摩尼佛的 佛鼎鼎的舍利 我告诉你 那个舍利 这个起开地宫的时候 那我们党这个武警 那要派好多专门去看 现在也是 也有 释迦摩尼佛的佛鼎鼓和法舍利 在七峡寺 在南京 然后呢 到七峡寺 七峡山去云谷禅士 这个云谷慧禅士啊 我告诉大家 他这个人是中国禅宗史上了不起的 我专门查了他一下 他是一个得道的高僧 我给诸位讲 僧人很多 得道的那真是凤毛麟角 就跟老师一样 老师多如牛毛 真正有点觉悟的老师 不是那么多 实话实说朋友们 啊 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呢 给这个云谷慧禅士啊 对坐一时三昼夜不明目 我给诸位讲啊 三昼夜不明目是个什么状态呢 有人讲眼睛都不眨一眨 这是个形容状态 实际上是说三天三夜 和这个云谷慧禅士在一起对坐的时候啊 念头都不动 我告诉你 你比如说你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有些人 顽固作用而言他 你本来给他说的话 他不断的东张西望 那种人其实表面上东张西望 其实是哪里动呢 不是风动 不是翻动 哪里动 心在动 明白了吧 所以云谷慧禅士给他聊天 给他对坐的时候 三昼夜不明目 其实是一个形容状态 什么状态 三天三夜 心像死水一样 都不起一个念头 是这个意思 听懂了吧 因为已经说了 他觉着没啥意思 动也白动 反正五十三岁就等死了 这个云谷就说了 我下边讲的东西啊 我要给你讲点深刻的东西 讲讲如是道三家 深刻的东西 云谷就说 凡人所以不得做圣者 只因为妄念相缠 我可以注意说 凡夫之所以没有称为圣人 是因为被妄念所缠 我告诉在座的诸位 人这一辈子 如果能够把妄念给去一部分 把妄念给去掉 用这个云谷会禅师的 云谷会禅师的话 决定是圣人 我告诉在座的诸位 你们以后做一件事 比如说你做一件事 心神止住 我的念头止住 我专注做这个事 心无旁骛 如果你们有五分钟 管住你的心 我敢说中国政法大学 几万个学生 就这种学生 找不出一两个来 五分钟管不住 你甚至一秒钟都管不住 所以庄子给我们人生一个状态 天天坐在那里 仿佛干事很专注 其实叫坐齿 这是庄子的话 庄子说 身子坐在那里 脑子在干嘛 在跑火车 脑子在飞齿 八点去了图书馆 表面上学到十二点 其实八点 刚坐下没五分钟 就得想 我的小师妹怎么没过发短信呢 刚想完 就得想 老师的作业没完成啊 十一点多 诗汤的排骨还有吗 就这个状态 实际上 就是凡夫之所以不得做圣旨 只因妄念向禅儿 所以我告诉大家 妄念是什么 妄念就是你们心灵 镜子上的灰尘 其实大家想 心灵上的那个镜子 那个灰尘如果没有了 照天照地 朗朗乾坤 那个就是成 成佛做祖的状态 也是一个成为成圣成贤的状态 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呢 这个谁呢 云姑就说了 他说 凡夫不能做圣旨 就是妄念向禅儿 他说你做了三天 不起一妄念 为什么呢 他就觉得你是 是个了不起的人 注意 这个时候 这个袁学海就说了 我呀 被孔仙人算定了 荣辱生死 结有定数 我说算定了 什么东西考多了名 没动过 然后呢 既要妄想 亦无妄想 我想啥啊我 我有什么好想的 你让我想我都动不进念头来 想也白想 注意 这已经走入一个不好的状态了 被中国文化误解了 这个时候 云姑就笑他了 我代辱是豪杰 原来只是反复 我以为你是个人物 原来是个笨蛋 那么这个时候 你注意 就这一句话 你们觉得袁学海 听了什么感觉 那心里边 一潭死水 突然升起光亮 哎哟 说明我的命可以改啊 马就问 问其顾 这个云姑就说了 人未能无心 终为阴阳所富 我给主位说哈 就是因为你们的这个这个知识结构啊 没法给你讲一些很深刻的中国哲学 我给大家 人不能没有心 一定会被阴阳所富 我告诉大家 阴阳是啥呢 阴阳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物质的这个形态啊 这种能量 朋友们 但凡这种有形的能量 都有它自己的运行的规矩 规则 朋友们 既然它有规律 你们学哲学知道 规律是改不掉的 朋友们 规律是没办法改的 规律怎么办 只能认识这个规律 顺应这个规律 所以老子他说一句话叫道法什么 自然 他这个自然而然的状态 你没法改的 人在规律面前 只能去尊重规律 认识规律 所以阴阳所富 其实翻译成今天的话 人都不可能没有心 你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必受这个世界规律的制约 就这个意思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那么这个规律是什么规律呢 我告诉大家 其实中国的切门顿甲 中国的周易 其实这一套东西 就是认识这个世界规律的一个法门 怎么让你认识这个规律啊 其实就是易经等等 中国古代就是认识 就是教给你这个方法 朋友们这个世界 你好比说你人 其实我给大家讲 比如我举个例子 我用香蕉举例子啊 比如这是个导弹 长得倒也像 就是 这个导弹朋友们 假如说它起飞的这个角度 起飞的角度是60度 它的推力和染料 推力有多大 它的燃料有多少 它的风力有多少 这个数知道以后 学这个北航的学生 他很容易就算出这个导弹运行的轨迹 能说清楚吗 所以说为什么美国的导弹 我们中国可以拦截它 是因为它的那个轨道 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就可以算出它的轨道 一点都不迷信 你自己出生的那一点 你们从出生的那个时刻起 就是你的那个导弹 对发射的那个角度 所以生成八字 看八字 能够对一个人看的差不多 它就是你这个轨道在那里 这跟迷信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大家以后要多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 这个谁这个 讲到这里以后呢 你们年轻人呢 就听着什么东西 反正老觉得奇怪 反正不是高中教材讲的东西 那都奇怪 你很可怜我说你 高中的东西 教科书的东西 好了不说了 这不能再讲了 我要是有机会 如果你们接受得了 我还跟你讲 阴阳的这个阴阳所复 它到底怎么个复发 我都可以去讲 可是今天就不说了 就给你打这说一下 这就是个规律 你就有这个规律 是吧 你看安得无数 怎么可能没有规律呢 但是呢 凡人啊都遵循这个规律 他说两个 极善之人数估他不定 极恶之人数一居他不定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的这个轨迹 什么东西 什么人能把它改掉 极善的人和极恶的人 那有人听了以后可能就误解了 那极恶的人我做个大恶之人 说明就改命了 能改吗 能改啊 你本来可以活八十 结果活了三十就死了 那不就改了吗 所以极善之人是极恶之人 啥意思呢 一个人极善之人和极恶之人 注意 本来比如说极善之人 他家里面应该很贫穷 他也可能也没有孩子 他可能命运也不长寿 但是由于他这个极善的人 结果是家庭幸福又长寿 儿孙啊 儿孙还很发达 听懂了吗 这就叫他的命就改了 叫极善的人往哪个方向改 往好的方向改 极恶的人呢 极恶的人 那可能比如说他自己 就给咱们学刑法的一样 他如果不违法 他自己身体可以活到八十岁 结果他三十岁一冲动杀人 可能当年就被毙掉了 这就是极恶之人 所以极恶之人和极善之人 他的命运会改变 极善之人 极善之人是改变原来的轨迹 越过越好 极恶之人是改变原来的轨迹 是越过越差 能讲清楚吗 所以这一点要注意 那么他说你啊二十年以来 都被谁呢 孔先生算定了 不曾转动以好 岂不是一个凡夫啊 注意 这个时候 袁学海就问了 他说人则树可逃乎 他这么去说的话 这个树是不是可以逃掉啊 我的命树是不是可以逃啊 我是不是不可以活五十三岁啊 我是不是可以活得长一点啊 我想袁学人很关心 那云谷禅师就告诉他 绝然如此 没问题 可是怎么才能 这个命运怎么回事呢 大家看 注意哈 我讲这里以后 我告诉你 这个关于命运的一个判断 西方人怎么看命运 你们赌过俄迪普斯王吗 赌过吗 你们没赌过 没赌过没有关系 西方的基督教有一个说法 人是被什么创造的 哎 那个创造的 那么人的命运 人的命运是怎么被谁决定的 就他 所以其中一个故事 其中一个约伯的故事 就在圣经里面讲个约伯的故事 约伯啊 对上帝特别好 哎 整天供养着上帝 这是西方人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故事 结果供养之后呢 这个魔鬼就找到上帝 撒旦找到上帝 所有约伯这个人都是假的 他表面上供养你 他是假的 上帝说 不会 约伯对我是真诚的 撒旦说 不是 他整天对你好供养你 是因为他牛羊遍地 哪一天下一场冰雹 把他家的房子给我吹跑了 把他的牛羊都给我砸死 让他变成个穷光蛋 你看看他 他对你好吗 上帝真就这样 让他牛羊也没了 房子也没了 结果约伯啊 还真的就哭天抢地了 说是不公平呢 我怎么好啊 这个时候 约伯很难过 这咋回事呢 我对上帝那么好 为什么得到惩罚了呢 你注意没有 在西方人的命运里边 人的一切都是被什么操纵 被上面那个操纵 上帝操纵 那这个时候 上帝就在风里边 我都读过的朋友们 这次不读书都不能乱说 在风里边 都给这个约伯有个回答 他告诉约伯啊 他说你不要怀疑 你也没有资格怀疑 你作为一个凡夫 你永远没有能力 来揣测上帝的意思 这就叫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怎么样 就放效 你没有资格 他说我让你过得好 你就能过好 我让你死你就能死 你不要那么多事 让你牛羊遍地 我就让你牛羊遍地 我让你一夜之间千山大产 你就得过千家荡产 不要去想 想也没用 以你凡夫的智慧 没办法揣测上帝 这是在那个圣经里面讲 这个于伯啊 在风里面给上帝的对话 我讲到这里以后 西方的人 他的文乎 他的命运 说白了 都是被人之外的 某一种神秘的力量所决定的 你不要动 讲到这里以后 还有这个 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 厄迪普斯王 厄迪普斯王也是 厄迪普斯从出生那一天起 别人怎么给他算呢 杀他的父亲 娶他的母亲 对不对 他的父亲就在他出生以后 把他给甩了 扔了 怕这个趁雨 这个趁雨啊 能够变成真的 结果是 把厄迪普斯扔了以后 厄迪普斯被 被人收养了 收养了以后 在邻国 厄迪普斯还真就成了王 成了王以后 真的把他父亲给杀了 娶了他的母亲 后来他当知道这个真相以后 他为了惩罚自己 用手把自己的眼睛给 把眼睛给戳瞎 自我惩罚 但是他确实是杀了他父亲 娶了他母亲 西方文化对命运的看法 我表达的清楚吗 一切都是被决定的 而且还不是你来决定 哎 神秘的力量 朋友们 人家那一套观念 对西方人起了重也很大 所以他们西方人 有原罪的观念 有这个不失的观念 他们这个也是他们道德的根 那么我们中国人怎么看呢 你看看 我们中国人怎么看 我们中国人看看 命是谁来决定的 你看看 对 命由我做 福自己求 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 义经 所以有的人读书以后啊 说这个什么中国的这个命运 命由我做 福自己求 仿佛是佛教说的 压根不是 佛教没传入中国的诗经 三千多年以前 中国人都知道 命由我做 命都是自己的 没有人决定你的命运 所以有的学生说中国文化迷信 什么叫迷信 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性 跪在偶像的脚下去祈祷 那才叫 中国文化非常犯的这个 你的命运没在别人手里 所以我们用现在的学术词语 中国人是最具有现代性色彩的 什么意思 强调人的主体性 强调人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 我说的清楚吗 那么这个 命由我做福自己求 这是诗经上说的 你知道这个为啥是命由我做福自己求 朋友们这里面有非常深刻的 我要给你讲开了吧 你们这个小脑袋接受一些东西啊 总是带着高中的东西来听 就是不大能接受 实际上这里面有深刻的原因 中国文化几千年啊 我给大家讲 它实际上 为什么命运是我做的 我自己来承受 背后都有原因 我用这个为师学的东西给你讲一点哈 为师学 我讲的是学术哈 你们当学问来听就行了 你比如说这个灯 这个灯如果我把它关了以后 灯棍在不在 在 但是灯灭了吧 可是我一开灯 电来了 是不是灯就亮了 在为师学看来 给注意报告 人的身体就是灯棍 活着的时候 就是已经在发亮了 死了的时候 就是电流走了 注意电流那个东西是什么 实际上 中国人的话 好比说 叫神石 就走了 走了 他走了以后 我给注意报告 他走了以后 这个肉体就丢下来了 火化呀 烧掉就走了 他走了以后 那么他干嘛去了呢 根据你这一生所有的修为 那个东西会换个房子 如果你死生做的特别好 比如像中文来总理这样的 那肯定就走了 就往上走了 那有的人天天害别人 只要看到别人好都难受 只要看到别人好都给别人释坏 这样的话他就往下走了 有的人呢 做人这一辈子乐山好施 但是也有点小缺点 这一辈子 下一辈子再换个房子 还是人 注意我讲到这里以后 中国文化讲的 命由我做福祉皆求 是指 这一生你起心动念 所有的事 都在你的阿拉耶士仓库里面存着 那么你做了这些东西以后 你种的这个因 将来在实际因缘 在条件合适的时候 它的果就显现出来 它这个因和果 大家老说因和果 因和果之间的关系 告诉大家 它有的是这一事的 你好比说某一个科长 干的特别好 带人特别好 工作特别好 领导很赏识他 同时也欣赏他 人家干了七八年 马上成为处长了 注意这就叫我们看到的因和果 朋友们 物理学和化学在研究什么 物理学和化学就是研究因果 物理学化学 比如我们看到一个物理现象 物理学家研究它 为什么有这个现象 请问研究物理学研究 为什么有这个现象 其实就是研究物理世界的什么 关系 因果关系 因果跟宗教没关系 因果是这个世界的规律 它是一个规律 你好比说朋友们 我如果说没有多年 学习中国哲学的这么一个 这个因 我不可能到全中国到处去讲国学去 我也不会这个 朋友们我还是北京市委讲师团 应该在北京市委讲师团 给北京市各级政府讲个讲的 应该说最多的在讲师团那边 没什么秘密 是因为你读了书这个英才有这个果 人家那些处长们那些人 都是有修为的人 张口就是马克思的伟大 恩格斯多么伟大 不是那个道理 真要讲一点东西是读了多少书 所以因果不奇怪 但是有的时候你们奇怪的什么呢 奇怪是这一世的因和下一世的因 主要是在这个奇怪上面 这个奇怪 注意这个奇怪呢 我不说它真和假 我从学术的角度给你解释开了 就是说它怎么实现的 就是刚才讲的通过阿拉耶士这个仓库 就是你此生种的所有的因 都在阿拉耶士里面 有的是这一世就实现了 有的要在某一个世界因缘里面才能兑现 我表达清楚吗 它是这么一个 所以这个中国人讲这个 这个他们的因果是个三世的因果 是个几百年几千年 所以孔子这一辈子做一个好人过得真苦 我们的圣人做好人他太苦了过得 周游列国十四年知其不可而为之 困于陈菜之间绝粮七日 饭都吃不上 七天就一个小米 沿回给他做小米 孔子吐啥呀 人家家本来是个大司寇 本来是国家代理代理国相李克强的位置 人家过那么好出来周游列国 人家过那么苦 何必呢 但是三世的因果展开了 所以孔子这个家庭里面 大家发现没有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大概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取代他 我们党现在也只能搞孔子学院 你说我们党搞个毛主席学院 毛主席很伟大 可是代表中国符号的似乎孔子更合适一点 你们承认吗 所以讲到这里以后 孔子他的那个三世展开之后 他所有为这个国家的操劳 所有给这个民族所做的辛苦的奉献 在三千年两千年一看 他的子孙八十多代到今天 为什么这个家庭受到尊重 我给醒孔子也说 我说你们啊 可得好好的想一想 一说行孔呢 都骄傲 占的祖宗的光啊 占的福祉的光啊 是我们福祉十四年周游列国 知其不可了为之 给这个民族几次命都快丢了 老人家极力大德 让孔家的子孙占光的 你们说是不是 那周永康呢 那徐才厚的子孙呢 所以我告诉大家 他有这么中国文化 他有这么一个道理在 这个道理是真的和假的 大家没关系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作为一个学术 去了解他 我讲的是维师学 那么我讲到这里以后呢 命由我做福祉己求 大家就知道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因和果的这个关系啊 我想给注意报告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们现在有个什么问题 我们有的时候不会对应 我去甘肃 给国家电王讲课 国家电王讲课的时候 他们给我说 哎呀郭老师我有个同事 带人特别好 结果喝酒死了 你听这话了吗 做人特别好 三十多岁死了 他这个话你听明白了吗 他的意思是好人怎么样 应该喝点茶 他是这么一个 但是呢 后来我听这话以后 我马上就告诉他 我说这里面有因果 我说你这个同事去世以后 你们难过吗 他说我们很难过 我们电力系统里边 我们朋友都知道他 特别难过 我说为什么难过 因为他人好 这就要种啥因收啥果 因为他人好 他得到你们对他的爱护和尊重 没错吧 但是这个人为什么睡了一觉就没醒过来呢 我说这个人喝酒 他种了喝酒的因 尤其是西北 特别喜欢吃那个肉羊肉大肉 经常吃肉血压又高 三十多岁经常喝酒 实际上他的心脏和肝有了问题 注意他人再好 他种了喝酒不外乎身体的因 他就得什么果 他就得对因为喝酒酗酒而哪一天出现问题的果 所以朋友们因和果它是对应的 听明白了吗 那么在座的中文说 那好人我们要过活得长怎么办 我待人好 我生活习惯好 我心胸很豁达 我方方面面都种了好因 这个时候做人好 人说你好 社会尊重你 身体也好 家庭也和谐 我表达清楚吗 你得种这样的因 所以中国人讲这个 命运我做福自己求 我觉得和西方比 一点都不要迷信 我觉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也要这么做 我们提拔什么干部 你要种好因 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 如果你不种这个因 怎么提拔你 对吧 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 朋友们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们强调命运在自己手里 这个我是觉得 这个文化在全世界相比 是非常非常好的 一点都不是说跪在谁的脚下去祈祷 谁来救我 不存在 就跟年轻人考大学一样 你跪在操场上对着天空 跪 你可以天 大学通知书 他也不会来 好好地把跪着祈祷的时间 用去图书馆好好看书 咱们好好看书 认真地去研究命题和考试的规律 分数才能提高 你们说对不对 还是那句话 命字什么 我做福字皆求 所以说这个咱们这个谁 这个铁道部的那个部长 曾经找一个江西的那个王林 所谓的什么大师 请了什么大师告诉他 你没问题 听我的 弄个大石头 弄个大石头 放在你的办公室家里边 没事了 靠山石 这个石头还没运到家里 中纪委就 就把他捉走了 周永康也是请家里人给他看什么祖坟 当看完 就 没用的 我告诉你 我就给那些官员讲课说 我说这一辈子啊 谁能救你 不是那个石头救你 也不是祖坟救你 唐唐正正能救你 两袖清风能救你 一身争气能救你 你自己能救自己 所以我告诉大家 中国文化最反对迷信 反对在一个偶像巨岛不是那样的 中国文化实际上是把命运揭示在自己手里 讲到这里以后 咱们中国的这个命运 和我们党的一个一首歌里面的几句话特别像 国际歌 国际歌怎么说的 从来没有什么 救世主 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 改变我们的命运靠谁 靠我们自己 这个东西 共产党的我们党的理论和中国文化是相通的 这一点 讲到这里以后 好了 这个谁呢 我们这个 云古禅师又说了 说我教典 就是不仅诗经上说命由我做福自己求 诗经上也说 诗经上说之外 另外我教典 注意这个是药诗经 大家有时间读药诗经 药诗经里面说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特得你求长寿得长寿 注意 注意 乎妄语乃世家大戒 就是说话不算数 打狂语 是世家 知道世家是什么 就是佛教的大戒 朋友们 一个误了的人说话都是实语 一个误道的人说话都是实语 都是实语 那个不说人话不说真话 凡夫才是这样 老百姓才是经常说瞎话的 一个觉悟者 朋友们实语说话是真的 我给大家讲这个状态啊 我给注意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啊 我当时是个凡夫了 是个普通人 可是我给注意报告 我有一个什么体会呢 人啊 就我这样的普通人如果哪一天说一点假话 也不是没说过假话 可是一说假话 内心里面特别难过 很不舒服 是这样的 就是说个假话内心里很不舒服 就自己都觉得自己做的特别不好 朋友们 我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 有多少毛病的人 真正的有觉悟的人 有修为的人 实语说话 所以说妄语呢 释迦大见 诸佛菩萨岂能说假话呢 下面 然后这个谁又说了 注意这里面有秘密 谁说呢 这个人叫了凡就是袁学海就说了 孟子说求则得志是求之在我者 我给注意报告 这个话是孟子尽心 我读孟子也读了不是一遍 孟子说求则得志舍则失之 就是说求就能得到 不求就得不到 袁学海说求啥呢 孟子说的求道德仁义可以求 功名富贵可以求吗 我给注意报告 袁学海说啊 孟子说求则得志是求之在我 求啥呢 比如我想做个好人 我说做就能做 难道我想当个大官 我想成为李嘉诚那样的人 难道我也能求来吗 我想听我课的这个所有的人都关心这个问题 我哪一天求 我要成为邵逸夫那样的人 李嘉诚那样的人 像扎克伯格那样的人 有没有可能 我想成为是吧 像周总理那样的人 或者说我想作为一个公务员 有没有可能 我告诉大家 没问题 这个讲得很清楚 能求 这是云姑会禅师讲的 也是药师经上讲的 求男女得男女 求富贵得富贵 但是 怎么求呢 这里面有秘密 大家看 云姑就说了 孟子说的不错 孟子说求则得志 求就能求来 不光是求道德 仁义 求富贵也能求 我表达的说清楚啊 求富贵也能求来 他说 注意这句话 汝不见六祖说 你没有听见过六祖 六祖是谁 中国的禅宗 禅宗的第六代祖师爷叫慧能 慧能大师就说 一切福田 不立方寸 方寸是哪里 心 一切的福田都在心里面 从心而弥 感无不通 我给祖师报告一下啊 我把我自己的人生体会说给大家 这一辈子无论你看人 还是自己做人 我说一句话啊 朋友们 你的心是个什么状态 你的人生必是什么状态 所以 周恩来总理十二岁 当他的班主任曾老师 问同学 你们为什么读书 很多小孩说我要赚大钱 我要买房子的时候 周总理没说话 因为他这个人并不是很张扬的人 但是第三个是周恩来说 老师我跟他们不一样 其实就是看不起 说这些人我看不起 周总理说我跟他们不一样 班主任就说 他说你请讲 周恩来十二岁 十二周岁 朗朗上口 他说我要为中华之崛起日读书 所以说中国人 但凡读过中国书的有修为的人 一下就看到了 小孩有这颗心 必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生 奔着升官发财的 一考政法大学 就想着升官发财的 这一辈子不多贪官也难 因为你升官发财这四个字 一旦有了机会很难不全权交易 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吗 所以这个心特别重要 周总理从小为中华之崛起 没说我要买房子娶老婆 所以朋友们 你们以后要检查自己的心 你是一颗什么心 你要会看人 所以那个曾老师那个班主任 从周恩来这个娃娃 当他说了为中华之崛起以后 他当场就说 他说啊 我作为一个小学老师 死了以后谁知道 朋友们大学教授死了谁知道 没人知道你 你不给这个国家做出突出的贡献 实话实说 什么副部长部长 滚滚长江东市水 浪花淘尽英雄 中国自古以来四五千年 皇帝多了 部长多了 你记不得几个 真正记下的是给这个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 所以滚滚长江东市水 浪花淘尽英雄 和这个当中人讲 他说我今天特别高兴 从今以后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 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名字 很多人都会记起我 他说他说为什么 因为我非常幸运 我收了你这个周家的娃娃做我的学生 我讲到这里以后 朋友们要看一个人的心 所以说像王阳明 十三岁 这一辈子为什么读书 成圣成贤 他的老师就说为什么读书 考科举 但是王阳明说不是 所以像毛主席这样的人 从小都是身无分文 心有天下 必不是凡夫 他心在那个状态上 所以年轻人 先不要高看自己 什么多高的水平 先看看自己的心 心很龌龊 很小气 根本没有格局 我告诉大家 你也很难成为一个人物 反过来讲 广大的心 政治的心 慈悲的心 我告诉大家 与人为善的心 有担当的心 有死命的心 你心是这个状态 你人必然起来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们看到的周总理 我们看到的温总理 我说温家宝 温总理这段时间出了一本书 中国地质出版社 把温总理二十多年 在地质采矿的那个时期 温总理的书 我看了以后我特别感慨 温总理在三十多岁的时候 从这个甘肃地质局 注意 调到 干嘛 在七连山里面 拿着小锤子着矿 七连山 温总理六八年 是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毕业 研究生毕业啊 那个时候去 总理是手指都咬破 写血书 我听谁说的 我听周总理 温总理自己说 他给南开 他的母校做报告 他写血书 干嘛 要到最穷苦的边疆去工作 要工作一辈子 七连山待了十二年 后来选拔当处长 处长朋友们不是小官了 处长朋友们都也是 治国都是处长啊 中层干部 温家宝当了处长以后 你知道他怎么写的吗 有一篇日记 温家宝是这么说的 我特别感动 温总理想啊 三十多岁当上了处长 他说我坐在兰州 我办公室的这个桌前 看着绵延的群山 这个七连山看着前一群山 他说我思绪万千 别人见到我三十多岁当了处长 都是工委的话 哎混的不错啊 三十多岁当了处长 他说其实我心里很难过 我更加怀念在七连山找矿的生活 他说我那个时候实实在在给国家做事 我坐在办公室里整天面对着文件 一星期不知道开多少会 他说除了增加我的虚荣 我给这个国家做了什么 哎呀 我心里特别震动 这就是温总 我给大家讲多少人 你看看给温总比 为啥人家是总理 人家的心在那个状态 朋友们 你们好好想一想 所以说人给人比啥 比胸怀 比气量 比格局 比心胸 心是个什么状态 就是什么状态 所以慧能大师讲 一切复天不离放松 所以我们今天有的大学生 失恋了都要自杀 你那是啥心 毛主席谈恋爱失败了 会跳楼吗 同学之间 因为一点小利益 都甚至都争得不可开交 一个班长一点小事 如果得得不如意 好长时间情绪 都走不过来 你这一点情怀 你这一点胸怀 你能做什么 我告诉大家 我的微博有近六万人 全国各地的学生 给我问我问题 我发现问的很多都是积极歪歪的事 很少有学生给我深入的谈人生 深入的给我谈未来 谈愿景 谈的都是积极歪歪的事 讲到这里以后 积极歪歪的心 必然是一个积极歪歪的人生 因为你就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在座的周围 你说中国文化 我告诉你 我们要给中国文化证明 最讨厌民信干嘛 一定中国文化不是外球 什么球 内球 我们要培养一个心 为国为民的心 培养一个给众生服务的心 培养一个什么都能看得起 放得下的心 朋友们 所以讲到这里以后 所以从心而觅感无不同 所以讲到这里 在做考公务员的同志们 是吧 你们将来做了官以后 这辈子 什么心啊 好好的利用公权力给国家做事 在这个过程中 有这一颗心 我相信 踏踏实实给国家服务 得到社会的认可 得到领导的认可 得到同事的认可 这才是一个人的正途 这是我的看法 你种这个因 才得善果 说到这里以后 如果 你看 如果不反共自行 而图向外持球 什么叫外持球啊 从来不反思自己的德性和人格 从来不反思自己的胸怀 干嘛 不断的向外求 给领导送礼啊 一定要争一些机会啊 朋友们 从来不反思自己 得是不是配位 我告诉诸位 得不配位 左传讲的 必有什么 必有塞压 所以从来不内求 不反共内省 而向外持球 注意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是内外双施 无异 求不到 不仅功名利禄 求不到 而且还会栽进去 我告诉诸位 中央审的那个 那个军的军级的那个 后勤的那个中将 河南的一个中将 叫古军山 朋友们曾经给中央军委的 据说哈 这是网上都说了 这个没什么秘密 一送就是几千万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了凡四行 讲的往外求啊 你自己也不默默良心 你的德性和人格 配不配 你配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将 你是不是一个军人的范儿 你是不是为国家可以生死以度外 不像这个 干嘛 吃喝玩乐 吃喝嫖赌 什么都干 拿着钱去送 最多是害了自己害了别人 你求不赖点 朋友们 所以有人也告诉我 郭老师 有人跟我说什么 说郭老师这个公务员的队伍 什么有十个人 拉出来八个人 还有两个什么 有剩下的什么 仿佛很多人都腐败 这话是乱说的 我自己也有很多朋友 在公务员队伍里面 我接触的很多人是有报复的 人家真的是自己的修为 很注意检点的 人家做事实际上是非常注意细节的 我都知道 包括我自己也带研究 所以我那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比如改卷子 比如我们研究生院说了 说研究生院能不能录取 初试 副试 副试分为鄙试和面试 我告诉各位 那个成绩在改卷子的时候 是非常认真的 我给学生讲 我是改的非常认真 唯恐 因为自己这个鄙夷打哆嗦 给人带来的不公正 影响他一辈子的命运 很慎重的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内囚的 是懂我说的这个道理的 干嘛 是走后德才能在悟 内圣方能外亡 很多人是走这样路子的 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中国十三亿人 我们不会到今天 那我们党也不会 也不会整个政治格局的稳定 也做不到 我们为什么能够这样 国家的稳定在这里 实际上是很多人 还是贴肩带道义的 还是在内囚的 在在培养自己的德性 才能承担这个位置的 好了 讲到这里以后呢 这个云姑禅师也就问他 问他说 你给他讲明白这个道理了 云姑禅师就问了 说你你考科举 考不上 你说你为啥考不上 你反思反思 干嘛 这个时候 你们知道 袁学海就知道了 应该往哪里求 反思自己配不配 配不配当官啊 配不配能生个孩子啊 如果自己内在的修为不到 你就生不出来孩子 如果你内在的修为不高 你就不配当官 你当了官你也锁不住啊 朋友们 有人讲 叹了以后没被抓到 不是 朋友们 级别是 暂时抓不到 整天追追不完 那朗朗千坤 过得正大光明不好吗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大家过得很坦然不好吗 为什么非得过得小人长七七 不能君子坦荡荡呢 所以朋友们 讲到这里以后 云姑禅师啊 就问他 你觉得你应该能生孩子吗 你觉得你能考科举吗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追行良久了 他说我不应该 你看看 马上都反攻自行 我不应该 为什么不应该呢 他说 科举中人有福相 我福薄 又不能累积功行 以及后福 而且不耐烦 朋友们 不耐烦是个问题 有时候我也反思自己 有的人问我问题 小孩问我问题 问了我很多次 都是一个问题 我就不耐烦了 朋友们 幸好我堵了了烦次序 我一不耐烦 我都提醒我 要耐烦 我还想要二胎呢 朋友们 好了 看完笑啊 朋友们 讲到这里以后 大家看啊 兼不耐烦聚 不能容忍 而且有的时候 以才智盖人 执行执行 我告诉大家 耍小聪明 执行执行 说话伤人 我给大家讲啊 什么叫有修养 我说个标准 因为这个视频 很多朋友们要看 什么叫有修养 记住 一辈子以不伤人为底线 你们以后待人接物 不伤人 说话不伤人 你好好体会我的话 如果有生活经验的人 体会我的话 他马上都会领悟 我希望年轻人 体会我的话 啥叫有修为 注意说话不伤人 有的年轻人 特别有思想 在某些场合 特别喜欢突出自己 所以老师让他发言的时候 那一定要给老师 干嘛像刀子一样刺向老师的观点 来彰显我的存在 你的期末考试会有问题的 我说这话不是说老师不公正 是因为人这一辈子说啥话 记住以不伤人为底线 就是说我和谁在一起 比如说有领导 有同事 有下属 这么容易在一起 说话什么叫会说话 其实没什么技巧 说话的时候领导高兴 同事高兴 下属高兴 这就是我们星云大师讲的 给人欢喜 如果巴结领导的时候 让同事恶心 你这个水平就差了 修为就差了 反过来讲老师对下属特别好 让领导不信任你也不好 所以大家以后待人节悟的时候 不伤人 还有宿舍里边 人家有的同学家里条件不好 家里条件不好 一个月只有八百块钱 一千块钱的生活费 自己的家里条件好 比如说父母每个月给五千块钱 六千块钱的生活费 不要父母一打枪以后 把那个卡举到天上 又给我寄来六千 你又不给别人钱 你去说那干嘛 讲到这里以后干嘛 不要伤人 宿舍里人家几个光柜 或者几个女孩子 都没有男朋友女朋友 自己谈论男朋友女朋友 回到宿舍里面 整天险 干嘛 故意刺激别人 你不要这样啊 朋友们别人给你送一束花 拿在手里面 睡觉的时候还是举在手里 为什么不知道别人给你送花了 我给大家讲啊 我没别的意思 你幸福了很好 你过得好了 大家都祝福你 但是在一个公众场合里 待人节悟 以不伤害别人 让人听着不舒服 这就不好了 我说的有道理吗 待人节悟 这就是修为 实际上我告诉诸位 我这几年也是在生活中的历练 我特别去体会 给谁打交道 以说话的时候不伤人为底线 注意这是修为 这不是没有原则 哪怕给别人提建议 很诚恨的实事求是的说问题 都不是说盛气凌人的说 你们觉得呢 都应该开诚不公的 很温和的 把问题给摆出来 朋友们很重要的 你们今天听我课的 包括今天通过视频 将来和我结缘的 说话不伤人 做人既正派有原则 同时又特别尊重别人 这一生朋友们 你们结好多善缘 有的时候这一辈子 很多媒倒就倒的 自己说话不注意上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一个嘴巴两个耳朵 上天生生人 少说多听 我说到这里以后 我都应该闭嘴了 你们来讲了 好了 还有说为什么他 为什么他这个孩子 没有生孩子 说你看地质汇者多生物 我这么一说的话 宿舍里不干净的人 终于找到理由了 说地不干净的 才能有蟑螂 地质汇者多生物 虽然我朋友们 你家里打坐得很干净 蟑螂到家里面 都哭着出来了 没说的呀 地质汇者多生物 水之清之常无鱼 讲到这里 他好清洁 这是不能 所以没有孩子 这是其一 何气能于万物 他容易生气 这不行 朋友们一定注意 不要太多的称心 我告诉大家 他也不要太多称心 我给周围年轻人讲 动不动就发脾气 切记我这个千万不要这样 你听我的建议 这一辈子只要发脾气 动不动就给别人发火 我说个重话 这就是一个字叫建 千万不要这样 千万不要动不动发脾气 我建议大家以后带人节悟 听到密尔的话 我给周围讲 我听到密尔的话多了 我讲课 讲课 我遇到各种人都有 尽管你课 你比如说我讲的不好 你讲的再好 都有人不欣赏你的观点 甚至我讲的 有人拿着包起身都走了 千万不要动怒 更不要动气 一定要有这个修为 告诉大家 所以说啊 不要煽动 忍为不欲之根 与其名节啊 不能舍己救人 干嘛 爱惜自己 好比说一个小孩掉到河里了 一看河水很脏 干嘛去 不能救他 因为我到河里救他 我的衣服都脏了 这就是爱惜自己 听明白了吗 不能这样 可以奋不顾身 人应该做的奋不顾身 不要太爱惜自己 而不舍得去救人 这样的人 朋友们 一无子者三 多言好气 多说话好气 我们这个常讲课的人 废气都不足 我们还可以了 我告诉诸位 我这个说话 你们可能觉得神秘一点 我给大家 其实我自己吃饭也简单 生活很简单 可是我讲课 你看你也没见过喝一口水 那我告诉大家 其实我讲课 我在别的地方讲课 上午讲到下午 一般是八个小时讲一天课 有的时候 那基本不合适 那靠什么 实际上朋友们 这个人的真切 我给大家交一个底 我但凡到一个场合讲课 我是真真真真真切切的心 想给大家讲点东西 我讲的东西可能不好 也可能大家不赞成 我真真切切的想给大家讲东西 我想通过我讲点东西 哪怕其中的一句话 让你有帮助 我觉得我也对立起我的良心 我给大家讲 我是带着这份心来到处讲课的 我说到这里以后 这个心就很重要 反过 我给周围说 我给周围说 我如果不是这份心 哪个地方给我钱 我给周围说 我出去讲课 那个钱都是比较多的 比我工作还高 可是我讲课 如果我就是看着钱 我拉看表 一个小时多了 回去要去拿钱了 我如果是这种人 我告诉你 我不会有这个气 我反过来讲 我是用我的真气来讲东西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所以朋友们讲到这里以后 这个多言好奇 但是有的时候 你不好也不行 因为你要给国家做点事 下面就是你看 这个是吸饮塑精 就是经常喝酒 把精气给消耗掉了 朋友们喝酒的时候 你们毛孔都打开 我告诉你喝的烂醉如泥 整个精气都耗掉了 年轻人一定要注意 常饮你的生育能力就下降 尤其是男孩子 我证明说 可能听我视频的很多人 这个饮酒就会下降了 说一点酒 不要香了不要酗酒 精气 喝酒多了以后 这个气就散掉了 尤其是喝完酒以后 毛孔血液流得快 毛孔长开 精气就散掉了 而且呢 还有很多 下面呢 云姑又说了 云姑说啊 所以你看 世间享有千金之产 必是千金人物 我告诉诸位 邵姨夫有那么多钱 他配 李嘉诚那么多钱 他配 前两天李嘉诚在香港开会 有记者采访的 李嘉诚先生 你已经不是亚洲的首富了 亚洲的首富已经被什么云 被什么王健林 什么已经怎么样怎么样了 那个谁 李嘉诚当时就白手 他说你不要跟我谈这些 他说我从来不关心纸上的财富 他说媒体上凭我多少亿 我几千亿几百亿 没有一点亿亿 他说我已经八十多多多岁了 有生之年 只想给这个国家再做点事 你们查李嘉诚 你以为他是个商人吗 我很感动呢 人家说出这个话来 是人家的格局真到了 人家什么纸上我第一不第一 我有几百亿千亿 那是数字纸上的财富 我八十多岁了 有生之年 只想给国家做点事 哎呀朋友们 所以我们年轻人老觉得自己 没什么发展的不好 你有个什么心 你是不是念字再字 都想着给国家做点事 你是这么想的吗 那我们天天在生活中 我们年轻人想的什么 北来年轻人挥持方球 指点江山激阳文字 我今年这个 现在我都可以说了 今年研究生富士的比试题目 就是我出的 我们专业的 我就出了一道题 我说你此生 嗤之以恒终生追求的是什么 我出一道题 比试题目 小孩一下子都傻了 把书本都背了 都没背到这道题 我告诉大家 我特别看中一个有追求的人 我特别看中一个人 有嗤之以恒 用终生的时间 去追求一件事 比如我想做一个知识分子 给国家事不可不鸿意 我想做个公务员 这一辈子身在公门好修行 给国家做事 我总是希望有这么一个年轻人 我也想收到一个周家的娃娃 所以我自己的研究生 如果不争气 我是很难过的 这一辈子能读书 有读书的机会 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 把胸怀和格局打开 所以朋友们 孔子就说过一句话 孔子说 我只对一类学生没话说 什么学生呢 天天找到老师 我怎么办呀 我怎么办呀 孔子说 我见到这种学生 我只能告诉他 我也不知道咋办 因为你没追求 一个人有追求非常重要 使命 人家李嘉诚就是个商人 人家说我这一辈子有生之年 想给国家做点 我很感动的 朋友们人家上千亿的财产 绝不是浪得虚名 我告诉诸位 邵义夫我就不用说了 咱们政法大学就有邵义夫了 咱们政法大学给邵义夫做过一毛线的贡献吗 我们给邵先生做过什么贡献 邵先生不图任何回报 拿出十一百多亿的港元 给全国资助全国的教育 朋友们厚德方能在务 内胜方能外务 所以年轻人这一辈子 无论是听过课的好多社会上的人 将来也都会听到 首先检点自己的心和胸怀 你倒没到那个份上 你配不配 如果说你现在很多钱 你的胸怀没那么大 德不配位 你注意要有问题 所以要把自己的胸怀打开 把情怀要使命要打出来 如果年轻人你没有这个情怀 你听了这个课以后 你也得反思反思 人该咋活 人究竟该怎么活 人究竟为什么活 这个东西要想明白 所以咱们郑巴拉有很多人 天天小学生去图楼馆 站座位啊 看起来很忙 你在干嘛 你天天在干嘛 你有没有终身维持奋斗的目标 你有没有 朋友们 所以下面你看 应该是享有千金的 必是千金人物 享有百金的 必是百金人物 所以说比如生孩子 有百世之德 必有百世子孙来保他 有十世之德 必有十世子孙来保他 讲到这里以后 你们就知道异传的话 叫极善之家 必有什么情啊 于情 于就是你用不完 下一代再用 孔子就是 范仲淹都是 法国讲极不善之家 必有余样 什么叫余样 对 徐才后 不仅自己倒霉 家破人亡 儿孙都跟着倒霉 所以我有时候 给公务员讲的时候 我给有些给公务员 比如我给一些中层公务员讲 比如处级干部 去讲的时候 我说处级干部了不起 我说你们的福报 都比我大得多 我啥也不是 就是个老百姓 我说你现在 如果堂堂正正 有一点权利 给国家做点事 自己的孩子真沾光 因为很多事 一点都不因为法律 在这个时候 很多事实际上 都间接的都沾着你的光 而且这个沾光还不会有法律 可是万一出事了 一个家庭都陷进去 我说的有道理吗 所以朋友们 讲到这里以后 中国人讲的 既善之家必有余情 既不善之家必有余样 好了 做到这里以后呢 我就别的不说啊 看这句话 天作烈有可为 天作烈有可为 我告诉你 你自身的那个命运 比如我以前做的 不是世间有因果吗 你以前做的 那个东西 有自己的一个 必须承受的 我告诉你 你以前做的 必须承受 这可以当做 已经形成了 天作烈已经形成的 有可为 朋友们 是可以改的 是可以改的 比如说 你这一世 说白了 就不是一个考博士的人 你的福报里面 没有考上博士这一说 可是你自己 认识到这一点干嘛 不断的勤奋好学 乐善好施 工作特别认真 读书特别专注 其实你是可以考上的 你比如说 就跟人与人之间 说白了 你和别人 我举个故事啊 你听故事就行了 比如你欠别人一条命 你曾经欠别人一条命 如同因果的角度 那这一世说明他要你的命 可是你这个人欣赏改了 做人改了 改了干嘛 对谁都特别好 这个人本来有一个机缘 干嘛 他要给你造成 甚至有生命危害的 可是你做人特别好 你做人特别好以后 他本来可以 要要你命的 结果因为你做人特别好 人家可能 人家这个念头就会淡掉 其实他淡掉也不知道咋回事 是因为你的做人好 使得这个命得到挽救了 讲到这里以后 天作孽可以为 但是你自作孽就不行 你自己不懂得改变命运 自己不懂得从心上去着手 这个时候对不起 这个命运是改不了的 讲到这里以后啊 所以说永远配命自求夺福 记住这句话 自求夺福 好 说到这里以后呢 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哈 说一个东西 这个改命呢 有几条改哈 我先说一下这个雪海他自己哈 雪海听完这个道理以后啊 实际上这个人就照着做了 他怎么做的呢 我跟你说一下他怎么做的 雪海怎么做啊 雪海的是这样 雪海的时候就是开始这样 就是开始发愿 发什么愿呢 他明白了了那个谁 那个云姑禅师给他说的 改命之法以后啊 怎么改呢 他就开始首先做三千件事 做三千件好事 做三千件好事啊 做的过程中呢 后来他马上你看生了个孩子 本来他变了没孩子 生了第一个男孩 这个孩子叫天启 天启 孩子就生了 实际上大家知道他不怎么饮酒了 也不多言好气了 待人也好了 生活习惯也好了 实际上这个男人的这个精气 都养起来了 用我们今天科学来解释 就是他的精子的活力就有了 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但是这个东西是他内心改了 他懂了以后就改 大家看生了一下 那么这里边呢 注意 那么真正改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赶紧跟你说 他怎么那些他的改完之后 孔先生算了53岁有有 就是命运要丢了 但是呢 他53岁的时候 他从来没说我要长寿 他没有祈祷自己长寿 那么他 他已经 他在69岁的时候 他写的这本书 其实他活到70多岁 孔先生 孔先生给他算了53岁 其实他活到70多岁 他的命全改了 所以我今天啊 通过这个场合 我告诉年轻人 我也告诉所有看视频的 命运有没有 你做了什么 必须承担什么 这个叫有因 有果 这是规律 但是命运 真正在谁手里 在自己手里 如果说过去的 叫王者不可见 来者怎么样 有可追 所以大家从当下开始 人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讲到这里以后 怎么改呢 我跟你说一条 这个改过之法 改过之法 我直接给大家说一说 改过之法 你看 首先 其中他讲一个什么呢 有的是从理上改 有的是懂道理 什么懂道理呢 你比如说 他举了很多道理 他举了很多 比如说 他讲这个人吃东西 当然这个很多人 不见得接受啊 因为你们吃肉啊 都控制不住 但了凡私信都开始讲 他说你比如说 吃饭的时候 大家吃鱼 吃什么鱼啊 一定吃活鱼 我都见过有人吃虾啊 把那个虾放在 活蹦乱跳 放上醋 那个虾在醋里面 蹦 夹着筷子 蘸一蘸吃 大家想想 如果我 你说你的胳膊 手指都放在别人嘴里 你自己也咬一咬 什么感觉 所以说这个讲 他说从道理上 他说很多 还有那个鱼 有的鱼被那个油一间 嘶 那个鱼 哎呀疼得在油里面乱蹦 他就这个 鸟帆就开始讲 他说那个如果是自己呢 如果我们放的油过来被炸呢 他说懂了这个道理以后呢 朋友们 你们每一个人吃素是很难 可是呢 他说至少 用我党的发展理念叫绿色 至少不该浪费别人生命的 一定要懂得尊重别人生命 这就是理上 那么理上明白以后呢 行为要改 比如说行为是什么 老是喜欢占小便宜 老是很自私 干嘛 不做了 不自私了 这叫行为上改 注意 有的是道理上改 有的是行为上改 其中最高明的是哪里改 注意 注意这句话 大抵呀 最上至心 朋友们 人的命运 真正的最终的改 是在至心 当下清静 我告诉诸位 所有行为的背后 都是你的心导致的 我给大家 有一次我给别人说 比如说吃饭 你比如说这个吃东西 其实朋友们 你少吃点别人的生命 少吃别人的生命 少吃别人的生命 其实你说你身体就得病了 绝不是 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 朋友们 多吃点蔬菜 水果 是不是顺利好啊 可是有的人 不吃肉不行 其实不是别的 不是说不吃肉 他就得病 恰恰是因为他哪里放不下 这个地方 心 所以说这个大抵最上至心 心如果当下清静 财动即觉 觉知即无 注意这是楞严经的话 如果我们读楞严经的话 他说一个人不怕有念头 朋友们 念头 比如说 我看到机会我就想得到 看到钱我都想赚 有念头很正常 叫念起即觉 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吗 有这个念头觉 哪一天自私了 马上都觉我自私了 对吧 男孩子看到女生多看两眼 马上就 哎呀我都看了两眼 马上就知道我在做这个事 就是说我在做一件事的时候 这个念头一起 马上都觉悟到 这个很重要 这个一觉到什么呢 觉知即无 觉到以后啊 就像这个灯光一样 灯光一照 黑暗就没有了 或者黑暗就小了 是这样 所以呢 注意人的命运的改变啊 就这三个 第一个是心里边要清静 这是第一个最好的状态 下面呢 如果不能做到 必须明理以牵制 必须讲道理 你比如说不孝顺 有的孩子不孝顺 不孝顺是什么 其实就是自私 有的人 把养老当作负担 朋友们 你们年轻的小孩 你们的父母正在壮年 你们的父母四五十岁 你不面临 因为我这个年纪 我的父母都七十多岁了 有的人把养老当负担 我绝不用任何夸张 我说我自己真实的状态 如果上天让我对父母身体健康 我告诉你 我家里也有哥哥姐姐 孩子也不是我一个 我自己养我的父母 我觉得老天让我养我的父母 是老天给我的机会 我说个很感性的话 老天如果让我一天可以摆个头 我愿意 因为什么 因为我读了书之后 我就加上我自己的经历 我就知道一个普通的人 尤其家庭贫困的人 你就知道他这个读书很不容易 父母做出了好多 这就叫道理 你懂了这个道理以后 你再看自己父母的时候 就不是把老人家当负担 就愿意真心的给父母做点事 我能讲清楚吗 道理很重要 朋友们 还有这个谁 还有这个医生 我给我的学生 我的学生有当医生的 我给他讲 我说你们医疗医患关系 有的这个患者打医生 我说我的有的时候怪患者 有的时候怪医生 医生欠抽 朋友们 因为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得病 其实如果真正得病的时候 那个病人特别危难的时候 医生说几句暖心的话 真心能够站在角度 像对待自己亲人那样 你们知道朋友们 实际上我们这个患者是非常感恩的 你们能体会到吧 讲到这里后 我说为什么 有的时候为了推卸责任 有的时候下班了 有的时候怎么该给治疗的不给治疗 有的时候五毛钱能治好的 非得花三百 这个时候很多医患关系的紧张 使自己的医德不够 我读古代 我读这个中医的传记 很多古代的医生 晚上出去的时候都切个姜片 晚上一敲门凌晨一点两点 那个时候医生出去给别人治病 甚至大学拿着药箱子几十里路 嘴里含一片浆 因为晚上有寒气 几十公里去给别人治病 我告诉你千金方孙思苗讲 以慈悲之心救寒灵之苦 带着慈悲的心 所有有生命的那种痛苦 我愿意去救他 我说有慈悲之心救寒灵之苦 如果有这份情怀 我说人家患者怎么可能抽你啊 所以我讲到这里后你要懂理 后来我讲完之后我不瞒注意说 至少我知道有几个学医的学生 听了我的东西 他是很感动的 他说我过了 他说我别得不说 他说我一辈子以孙思苗 大义精诚的话 当做终生的职业方向 以慈悲的心救寒灵的苦 我说你如果这样的话 这一辈子 我说我特别高兴 会因为你的艺术和义德 帮助多少人 讲到这里以后 道理要明白 那么心里面清静 道理也明白了 那么最下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啥也不懂 但是我不做 就跟农村的很多人一样 他也不懂道理 他也不懂怎么关心 他没有那么高的修养 他怎么办 对不起 亨蒙拐骗咱不做 是不是 伤害别人咱不做 是不是 偷别人东西咱不做 说话欺负别人咱不做 出而反而的咱不做 我说的这些事农村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 人家不讲很多道理 人家也不懂 但是伤天害理的事不做 这也很重要 但是呢 这就叫行为上指 我讲到这里以后 人的命运改变三个东西 心上改 心里面 内心里面很清静 内心里面生起的东西 都是给国家给社会给别人服务 然后懂道理 比如为什么爱国 国太才能民安 道理懂 然后是什么 然后再就是行为上再改 朋友们行为跟上 道理上明白了 心里面清静了 诸位 那人这一生就不一样 啊 好了 说到这里以后呢 呃 其实有很多 我建议啊 就是咱们 呃 咱们这个这个读书会啊 我提个什么建议呢 呃 你们来听课的很多人 其实并没有读这本书 而且我告诉你 老子讲啊 人有三种 上等人 上识文道 勤而行之 上等人听说道理了 马上 哎呀不行 我得做 上等人 中识文道 一般的人听说个好道理 哎 真的吗 是这样吗 他就怀疑 最低层次的人 听说一个好的道理 哈哈大笑 假的 骗我 我告诉诸位 我给大家讲的所有的东西 我在社会上讲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认为有道理 我在做 但是我诚恳的告诉诸位 我做的特别不好 我自己的修为有很多缺点 这是真的 但是我讲的东西都不是说 我为了讲课而这么说 都是我内心这么认同 而且我也这么做 我做的不好也是真的 我的行为不断也是真的 我的德性不够也是真的 但是我真这么做 我讲到这里以后 我读了书 做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读了圣贤的书以后啊 我觉得这套东西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所以我给朋友们讲啊 这一辈子学多少东西 一定要回到人生 你们觉得有道理吗 学多少东西回到人生 人该怎么活 人怎么才能活好 我们怎么不仅自己活好 让所有人都活好 一定也有这个愿 没有这个愿 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人 所以孔子在周游列国十四年 其中有一次有人骂他 说孔子你累累若丧家之狗 这个词说丧家犬啊 所以没有人听你的话 你出来讲啥 孔子就说了 孔子就说什么呢 他说鸟兽不可与之同群 鸟兽不可与之同群 人跟畜生不一样 只顾自己 畜生抢的一个东西 谁来分享就给谁打架 我的畜生 鸟兽不可与之同群 鸟兽只顾自己 朋友们人跟畜生不一样 心里边有众生 心里边有社会 心里边有大众 心里边有责任 人不能像鸟兽一样 不可与之同群 孔子讲 无非私人之徒是谁 我不出来讲仁义道德 我不出来教证人心 我不出来立人伦振钢厂 孔子说谁出来干 他说明明在这个时候 春秋战国的时候战乱 都想着怎么富国强兵 怎么杀人 没有哪个诸侯王想着 用人心来解决问题 想着仁义道德 诸侯王都不想着这个 就想着怎么富国强兵杀人 孔子讲 在这个时代 我生不逢时 没有人听我的 我知道了 这个词叫道之不行啊 以知之以 可是我告诉大家 人类社会最终的希望在哪里 其实还是在人心 习近平在访问法国 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时候 在那个他的那个大楼的门口 有一句话 他说人类的战争的起源是什么 是源于人类思想的偏下 是因为思想的病导致有争夺 有杀戮 他说 所以战争这个问题真想解决 一定要从思想中间 够住去和平的屏障 我想说 用我们今天中国文化的话 也是这样 所以孔子在看到春秋战国那个状况 怎么办 他想到最根本的是救这个民族的心 只有这个民族的心不再陷入了 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所以孔子说 叫无论多少的苦我就愿意吃 人不是像禽兽一样只顾自己 叫鸟兽不可与之同群 无非私人之徒是谁 叫道之不兴 以知之矣 讲到这里以后我就说 我们学多少的东西要回到人生 自己过得好 让别人过得好 让国家过得好 让每一个国家的人都过得好 这应该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 该有的情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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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